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你的心就会失去自主性 喜乐痛苦都有别人由外境决定 做心灵主宰本性指引 大悲心是一种勇气、一种承担 有如铠甲、从善,也如同乞丐心情 哪怕只是得到一点点 也十分的欢喜 对于善业 哪怕只是一点点 我们也要满心欢喜地去做 舍弃一个众生 即是舍弃一切众生 心中有了智慧与慈悲 既如同王城之中 有了国王 得以统领行献 众主宴 跟司机车看到 就是身为男士 可乐的屋散 在去 把瘋的屋散 中人有了一切伤害 像中人有了智慧 中人的屋散 因 mislich 体制度 推众的手 口臣 修辞转变自己的心 让心平静 清静下来的方式 这个叫做佛法 不论各位在工作 生活当中 我们都可以修行 生活当中 去实践利他 就是佛法 所谓佛法 是在生活中实践 好像我们生活当中 经常会有很多烦恼疑惑 如果有一个清楚目标 你要达到一个目的地 佛法并不困难 重要的是 我们要将自己和这些教育 融会在生活当中 不论是不是精通这些教育 要在生活实践 这种利他跟这些教育 这样和所谓的事ons 要在生活上 而是需要有互助互爱的心 我觉得不在于有没有帮到 而是难念互相关爱的心最重要 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因此我时常想 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的存在 如果能够对这个世界 对和我有关联的一切众生 直接有帮助 这是最好的 事实上真实的虔诚和信心 不需要什么原因和解释 它是自然的 一见到上师身的功德 心自然就转变 而生起虔诚心 虔诚是正物究竟实相 最近的一个法门 如果虔诚是靠文字语言 能够造作出来的话 可能每个人都已经证得法性实相 前程不是文字 而是字心的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上各种问题一定可以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 要尊敬所有的知识与智慧 若没办法尊敬所有的知识 就没办法懂所有的知识 虽然奇景丧失救度 但主要是自己救度自己 观察自身行为的好坏之后 要能改进 不然的话 一切长远的理想都会被毁掉 心中也会觉得慌张悲哀 如果只是口中 奇景丧失 慈悲及垂顾 丧失是无法改变一切的 虽然能受到丧失的加持 但所谓究竟的泄脱 这是上师无法给予的 我希望将我的祝福 带给这一年当中 所有以任何方式 与我结缘的朋友 也带给所有在未来 与我有缘的人 愿您找到此久喜乐与真正的平静 愿我们所有共用这个地球的人 能够和谐地一起迈入这个新的一年 祈愿在这一年中 我们能够以关爱和敬重来对待彼此 以及我们共同的家 地球 地球世界是黑暗的 在我们的内心 生起强烈的称慧时 会感觉周围都是黑暗 或模糊看不清楚 或者会感觉都是红红的 地球世界是黑暗的 狱主们持着矛与剑 当我们内心 生起强烈的称慧时 久如同有人 用剑刺我们的心脏一般 心很痛 不自在又不舒服 这就是类似地狱中的痛苦 真正的修行是什么 修行是要实实在在地去做的 我们一天天的接近死亡 一般当死亡逼近时 应该好好地调伏内心 对死亡做好准备 但我们反而不做准备 自信就像干枯的皮一样 越来越硬 即粗糙 我们好比自求于铁牢中 其因在于执着于我的真实存在 我们关上通往外在的大门 将自己囚禁 使接触极少数的人 也忽视他人的重要性 打破我之的牢狱 是你我的责任 不幸的是我们都太安于现状 没看到这个牢狱 是如何限制我们的自由 要从牢狱中 泄脱出来 必须具备爱与慈悲的智慧 我们说自己救度自身之意 我们说自己救度自身之意 只能努力修持佛法的缘故 而得以救度 自身是自身的护主 或自己依靠于自己的意识一样 我们希望所有的幸运 都降临在自己头上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我们需要先去思维 如何利益他人 我们必须在整个一生之中 都去修辞 时刻铭记所修辞的道 这样的话 所做的行词 都将是和我们所修辞的道 恰如其分 如法且有义的 获得成就却不离于道 通过善巧方便与智慧 你可以产生精神力量 而这些力量将为你 带来一个具有意义的未来 要有清静的提醒 必须要完全放弃自立之心 提醒自己三世 所造的一切善业 回向给一切 如母有群众 这就是清静的提醒 假如不是这样 我们齐请的再多 也变得没有意义 我们修辞是需要一直坚持地做 我们修辞是需要一直坚持地做 没有时间上的分别 平时不管是走路 站着或睡觉时 都应不忘修辞 这样保持着下去 之后就会很自然 学佛者的最大的罪业 就是欲求和怀疑 有欲求的话 对我们有恩惠的上师 父母和长辈们 就无法从心底 升起对他们的恭敬心 当有所欲求时 便会假心奉承 如果得不到利益 或守求不合时 对自己有恩德的上师 也不会尊重 就如看到佛陀在空中飞翔 也不神信心 看到众生 露出了场子 在痛苦 也没有慈悲心 经典中 讲悲心 比喻为一个两面的镜子 向外 向外 照向别人的是悲心 照向自己的是出离心 换句话说 思维自己的痛苦是出离心 思维别人的痛苦是悲心 就像是镜子 同时有两种作用 我们的心 也可以留两个面向 所缘的对象 所缘的对象有所不同 但所缘的像一样 都是痛苦 了知空性的人 他还是会看到 前面有杯子 就是说 前面有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 万法是会显现的 这个就是佛法 或者说是空性 他殊胜的地方 佛法中空性的建立 并非是指什么都没有的 一种状态 而是指任何事情 都有机会发生的可能性 那 Spaßled sus 是 근�積的分离 节制度 apprentая 还在参加观点栏目 lip-5 是神 Kosciyesua 优优优的元素 、黑牧、利贤世界、盾 От your hand 、创意、创意、相 merch 而生存 比如说做一餐饭 如果自己不会做饭 就不得不寄望别人了 但是如果对方脾气坏 爱生气 不但不帮忙做饭 而且反过来跟你吵架的话 我们心里就会感到很难过 要待在这样一个处处不友善的社会中 是很艰难的 也因此使得现今出现很多自杀的人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护法送金日 药王药上书胜功德日 慈悲智业高雄中山书方举办 传授八关灾界继礼拜三昧水菜 护生慈悲施石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9月24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七楼 恰寻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高雄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点书 高雄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智业 基金会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 孝亲报恩 重阳祭祈福法会 点灯供水 鼓声祭甘露诗石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10月4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11点开始 下午1点 恭送地藏经 地点 南投张善堂 南投市福星里 南钢三路97项2号 恰寻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南投草屯中心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波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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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布施最好 最佳的一个布施的方式是如何 如何去布施最圆满的 狮子受着狮物空 狮迷出世布罗密 他就是提到这个 大概就是我们一定要 布施的三类提供 布施者、受者 或者是所布施的物品 三个就是一定要 去的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